吃完独自了,跑到山顶上,然后坏了,出门被卡住了,还在山顶,马上天就黑了 在俄罗斯媳妇老家,参观末代皇帝溥仪被囚禁的疗养院遗址是一种什么体验 这不是我们快要回国了吗?俄罗斯大舅哥见我,还没怎么好好在他的城市玩过呢 就提议,带我到当年溥仪的疗养院遗址参观一下 我老早就听说过,咱们的末代皇帝溥仪有过一段被光压在西伯利亚做俘虏的经历 没想到既然就在那的老家这块,于是我很爽快的就答应了 我们是坐大舅哥朋友的车来的,一路上基本上看不到什么人 除了树林,就是遍地的积雪,非常常见的西伯利亚景色 大舅哥的朋友把车开到山顶后停下,从扣备箱拿了几个大瓶子 他们现在每个人手上,大舅哥手上拿了好多这个罐子 我们就看看他们到这里来换什么东西 这个上面搞了好多这个布条啊,这个布条是干啥的 这个里面是啥呀 看看一下,这个里面是什么水啊 上面是一个十字架 啊 去了一个屋子里面接水 还让我尝了一口 味道有点独特 像是没有甜味的雪碧 除了我们 还有不少俄罗斯人 拿着整整一把袋的瓶子 过来接水 我当时就有点障碍和尚 摸不着头脑 俄罗斯大舅哥看到我这样的反应 就带我来到了不远处的告示牌旁边 原来这是当地有名的泉水 喝了对身体非常有益 对身体好 哦 是水是应该从那个山上来的 然后对这个身体特别好 还有对这个脑子心脏肺 很厉害 就是这个里面的水啊 就在我们准备前往 溥仪疗养院遗址的时候 意外发现 里面现在已经开始驻军了 一般的车根本开不进去 有些遗憾 看来着溥仪的疗养院遗址 是没办法亲眼去看了 然而祸不单行 正当我们准备下山的时候 车突然抛锚了 玩独自了 这个车跑到山顶上 然后坏了 现在大舅哥 还有他的朋友 现在站在这边修啊 现在的话 已经是晚上八点钟了 里面全部都是这个冰啊 所以说这个下雪 路特别不好 车的话 现在已经 转不起来了 车门被卡住了 就是这个 里面好多都是冰啊 然后我们现在还在这个山顶啊 还在山顶 马上天就黑了 现在已经八点钟了 看着外面越来越暗的天色 再加上雪山顶上 一点手机信号都没有 第一次遇到这样的情况 我的心里多少还是有些慌张的 但是大舅哥他们却很淡定的 在忙着修车 我呢 站在一旁 也忙不上什么忙 就一个人 在这大片雪地里面瞎溜达 有些感慨 提起溥仪 大家都知道 他是悲惨的末代皇帝 一身颠沛流离 作为皇帝 命运却无法自控 完全就是时代悲剧下的个人缩影 我对于溥仪 谈不上敬佩 倒是有一点同情的 在时代大舵的背景下 作为昔日万人之上的皇帝 也不过是这种处境 庆幸自己身在了更好的时代 远离战争 祖国也源源比以前 更加繁荣发达得多 就算我这样的普通人 也能有更多的选择机会了